掰掰 掰掰 抵達台中站 鏡頭是不是起霧啦 上面的冷氣開 超級強 OK那我們到我們住的地方 我們現在已經是九點多了 所以就是吃個晚餐應該就是 差不多睡覺 就是休息然後準備明天的 正式拍攝就是 有大人物出現的拍攝 車有鎖喔 沒有 可以幫我先把Toto丘 讓它露出來嗎 然後其他人就是 幫我熱身 看來一早我們要來拍攝 北南國中的棒球隊 所以我們現在是暖身狀態 然後導演就在開始 告訴大家待會要做什麼事情 一二三 快一點 一二三 熱情一點好不好 至今導演生爛油 等它就好 在那個 起霧了 嗯 還是有沒有其他的 全部都有 沒有 全部都有 這種天氣 很熱很熱 然後室內開很強的冷氣 結果 那個拍攝的鏡頭啊 相機的鏡頭 就非常非常容易起霧 太熱吧 跳 跳 停球 停球 要一張牌喔 拍到拍到 我說 Cut 就是停的意思 他們昨天啊 去比賽 贏了一場 所以現在特別腳好 聽說很簡單 太好了 怕臉黑黑的 冠軍隊伍 夠嗎 我覺得真的夠 那要怎樣的鏡頭 就要笑就好了 就笑到 出了出了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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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強喔 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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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裡就是郭慶淳的學校 我說 你喜歡幹嘛 他說 沒事的時候我就運動啊 所以他工作也是運動 玩也是運動 所以我們就拍 因為這裡主要是在 談郭慶淳的長大生活的地方 好好好 下 原住民的符號 五光 就是看的是阿彥 是那樣角度 這樣子拍 我舉起台東 我很會 拍照啦 拍照啦 你要想的一句話 叫做 台東 你回來這個地方 你回來這個地方 那回家是什麼 回家是你的起點 也是 是終點 你回家是終點也是起點 嗯 我覺得這種概念就好 然後等一下翻船 繼續努力 對 來3 2 Action 出來 那他可能就拉 我們旁邊 我們旁邊稍等一下 我電話進來 好來這裡 這邊 好 拍攝常常會遇到這種事情 就是不拍的時候 都沒有人 但是要拍的時候 忽然一大堆人 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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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掃獵 這掃獵 因為那有時候 以前很黑 都在天啊 加烈酒 我覺得他拿行李箱 都會這樣子追 這麼特 後面有點酷喔 嘻嘻嘻 太吵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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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覺得不是演戲的量 嘻嘻 我本來還覺得 我應該 蠻會演的吧 好像 我們不太喜歡正中午的陽光 因為看起來就會 下面有很多的陰陰影 所以我們就把上面的太陽遮掉 然後自己打我們自己的光 所以多花了一些時間在打光的上面 還沒看的時候 那眼睛就 要理眼淚囉 好 謝謝 這應該是你們最輕的吧 沒有 注意注意 你是不是覺得沒有任何重量是不是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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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現在在拍攝這個地方非常特別 因為它是在一個地下室的訓練空間 所以我們就在一樓架設一些 那你可能想說外面大太陽 為什麼還要架設燈光呢 其實很簡單 就是我們的太陽非常不一定 有時候在雲的後面 然後它還會隨著實境改變它的位置 那如果我們想要固定太陽的位置 我們就自己人造一盞很強的燈光 就來模擬陽光 那這樣子我們就可以固定我們想要的位置 然後固定它的照射的方向跟紋理 你再回去 往上 坐在那邊有汗喘氣 去到那邊就有盆 去到那邊 快點 哇 很快 太麻煩了 甚至少 不然我們要選的時候 你再往下走 走 它很熟 好的 Rolling 不太敢動畫 哇 很重喔 它本身就很重 很重 然後這邊還有那個 幾重 女子59 喔 不會拿錯 我覺得妳的妝好美 妳確定妳有快一天嗎 有 很好看欸 還是有看 不會的 會注意的 嘿 比完賽囉 你們都有看齁 抱歉 哼哼 阿你什麼時候要回家 回國就回家啦 救咪 掰掰 掰掰 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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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樣很刺激是不是 沒有它錄影錄到哭啊 喔 錄影錄到哭啊 欸我找不到你們 沒關係我跑 很醜欸 好 記得我喜歡運動的齊變 記得我 想超越自己的初心 好啦 導演你贏了我也要哭了 OK 好我們拍攝完我們台東的影片啦 那我覺得我們就一個一個組來說啦 那我們攝影子我覺得真的是頗厲害的 就是尤其是攝影師 他真的是手拿起相機 他就是走的位子 我覺得就是非常完美 就沒有什麼太大的需要調整 可能他都已經精心安排過 但是他就是真的拿起來就幾乎是完美的狀態 就非常快速就可以搞定他的想要的鏡位 燈光呢 我覺得也是頗用心的 就是他每一顆鏡頭就是真的是 非常用心的去把燈光放到他想要的位置 這個場景有十顆鏡頭 他肯定就是去調整十次 然後每一顆鏡頭他就要精心的安排 把他燈放到他想要的位置 就每一個都看起來超級漂亮 接著我想要講製片 他們今天跑超多點 應該是五個點吧 所以他們就是要喬好人的時間 喬好地點的時間 喬好地點的時間 然後喬好各種的事情 他們真的是超級無敵忙 因為是拍郭信淳的運動選手 所以我們就是一直狂噴那個假汗 因為其實就是沒有到真的非常激烈的運動啦 就是演出來 那下一個美術組的部分 他們有去處理一些小小的細節 像是地下室那個訓練中心的時候 他們牆壁上有貼不同的樹枝 那在飯店的時候 他們也有去佈置一些小小的卡片啊 讓環境還原東京的感覺 最後一個就是導演 他們可以在非常非常熱的環境 就是在大太陽下面 然後我應該都已經腦袋快燒毀了耶 沒有辦法腦袋正常的運作了 他們還有辦法冷靜的思考 就是雖然他們可能已經前製作業都做好 但是他們在那種大太陽下面 真的還可以冷靜的去告訴大家說 他們該做什麼 不會就是開始亂倒 或者是開始亂七八糟 開信紀錄這個神奇的郭幸存 舉重選手 然後就是一個小小的故事啦 這樣子 那當然期待最終影片出現 好啦我開始睡覺了 因為我早上四點 了打電話 入住